疫情后观光业逐渐复苏 邮轮终于重返基隆港 威视特探号跟七海探索者两艘邮轮 接连停靠基隆港 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 这一次做了很多贴心的服务 来迎接邮轮旅客 因为疫情的关系睽违了一年的邮轮 在今天终于回到基隆港了 而且在今天有两艘邮轮就靠驳基隆港 针对这点 基隆市政府的关销处 是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除了观光巴士 以及各项游城的规划之外 今年我们最重要的是 特别做了主题式的规划 包括你是要打卡吃美食 或者是你要找故事 我们的折业都已经客制化准备好了 而且为了要抓住游轮客的目光 我们在港运中心的入出境的大楼 我们都有准备了 基隆有山有海有港湾的美景特色 希望能够在第一的时间 当游轮客来到基隆的时候 就能够透过这个基隆的美景 把心留在基隆 人也留在基隆 他想先去庆安宫 接下来想要去到中正公园那边 然后他想要感受多一点的文化氛围 他说他喜欢这个城市很干净 他喜欢这边的建筑 所以这个我们也很友善 他对他们都很好 所以他非常喜欢这个城市 那现在等一下他要去做一些采购 shopping 我让他到建议他到我们的东岸 东岸广场那边有很多东西 因为游轮的到来 让基隆变得喜气洋洋 连在地市民也都把握机会 来到基隆港看大船 也期待人潮带来前潮 开始又发展了很开心 因为我们基隆我们是当地人 那现在看到游轮又进来了非常开心 就又有观光客来了 对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带动 这个基隆的这个观光 对希望大家通通来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发展的很好 而且今天是两艘船 对同时两艘一艘在那边 然后一艘在这边 有在路上有看到一些外国人 街人这样子里面比较老烈 对啊 经济也比较好啊 来看啊 对啊 有一个差变吗 有有有差很多啊 当年是有比较好啊 当年也是比较好 对啊 你也每天都好啦 做行李也好 大家好 还老人啊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市府推动行人友善 在这一次游轮客来的时候 也发挥功效 路口许多车辆都会礼让 在市区自由行的游轮旅客 落实推动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